理解李小龙他已经到了一种什么境界了 就所谓的寸拳 寸拳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你可以把手 你可以把手放在已经顶住了 已经顶住了 碰一下子进去了 李小龙是这个境界 李小龙的实力 究竟有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强悍 其实一直以来外界都是争议不断 见胜于成会的一番话 才算是解开了很多人的疑惑 于成会认为李小龙的寸拳 已经达到了顶级的境界 这也就是说李小龙的寸拳 几乎都是先将手伸出去 然后再发力打出去 一般人出拳都是需要一个缓冲的 也就是发力 前面伸手打出去的这个过程 其实是一个蓄力的阶段 如果没有这个过程 直接就伸出手然后发力 相信大部分都会感觉 自己的力气小了半成 不过即使李小龙 是直接发力没有缓冲 那些站在他对面的大汉 都会被李小龙的一拳打得东倒西歪 可想而知李小龙的力量有多惊人 如果他加上缓冲的动作 那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 于成会和李小龙一样 都是对中国武术真正有贡献的人 当年在国内几乎失传的 双手带剑法 就是于成会前行钻研 查询了像古武级和日本剑术等大量资料 才恢复出了双手带剑法 之后于成会还自创了一套 螳狼剑法光说这个也不能证明于成会到底有多厉害 毕竟李小龙之前也创造过一个 截拳道 成龙大哥对此一直嗤之以鼻 深以为随便一个人都可以创造出一套拳法或者剑法 那咱们就来看看于成会的实战能力 究竟如何 很多人说于成会的剑法 肯定不适合实战 毕竟中国武术剑法 大多都只是好看 实际上就拿于成会自创的螳狼剑法来说 这套剑法花了于成会整整四年时间 才打磨完成 可想而知 相比于大家一贯认为 能够展示出实战能力的擂台比试 前者不管是观赏度还是内涵 都要比擂台比试有深度 擂台讲求的是规则 但剑法这些如果真的用来比试 那肯定就是你死我活了 所以根本没办法去通过擂台的方式 检验于成会的实战能力 但能被称为 中国最后一位剑胜的人 想必也差不到哪去 而他对李小龙的评价又如此之高 可想而知李小龙的实力 肯定也是名不虚传的 对此很多网友也表示 果然大神和大神之间 都是行星相惜的 真正的高手才会欣赏高手 要知道于成会老爷子 被誉为最后的剑胜 是天生的练武奇才 原本只是一名平平无奇的小工人 却自创螳狼剑法 让双手剑重归江湖 可以说他将真正的中国传统武术 担进了大荧幕 这个人就是于成会 今天就让我们走近老前辈传奇的一生 于成会出生于山东蓬莱 他从小就对武术感兴趣 因为经常看武侠小说 心中还萌生了一个江湖侠客的梦 于是父亲把他送到了武术学校 开始了学武生涯 这是他第一次 展现出了卓越的武术天赋 各种武学招式一学就会 于成会很快就在一众师兄弟中 展露头角 并在青岛武术比赛中 获得了全能武术冠军 之后于成会便送到了山东体育学院 武术队进修 刀枪棍棒样样精通 但在众多的兵器中 他对剑术却是尤为痴迷 每天刻苦练习 更是掌握了不少的剑术技巧 之后他还参加华东区武术大赛 一套行云流水的罪剑即经四座 毫无悬念地拿下了大赛的冠军 然而就在这辉煌的时刻 于成会在训练中腿部受了伤 没法在武术的训练 他只能提前退役 离开武术的后于成会 便进入了造纸场 成为了一名工人 面对突如其来的人生转折 于成会并没有放弃理想 坚持武术训练 一次偶然 他看到一只螳螂在捕食的场面 这让他瞬间产生了灵感 他以剑法为根本 融入螳螂捕食的动作 一改进代剑法单手剑的形式 自创了一项 双手螳螂剑法 凭着这套自创剑法 于成会受到了很多武林中人的追捧 更是受邀成为了宁夏武术队的教练 一生庆祝武术事业的于成会 毫无保留地言传身教 同年 于成会被少林寺的导演张新言看重 认为他就是最大反派王仁泽的不二人选 刚开始于成会并不愿意出演 因为他是想弘扬中国武术 并不想做一名影视演员 经过张新言的再三邀请 最终于成会秉承着 弘扬武术精神的想法 同意加入 影片中于成会不用替身 无调威亚 展示了真实的武打动作 也展示了失传已久的双手剑 有力量 又有美感的动作 引得不少人的好评 最终少林寺以一毛钱的票价 获得以一六千万的票房 于成会也正式进入了影视圈 开始了演员武术设计教学的道路 随后又与李连杰主演的电影 《少林小子南北少林》中 都有出自表现 让于成会声名大噪 这时候张新言 认为于成会的剑术神韵独具 书为罕见 很难有人能达到他这种高度 想要拍成电影保存流传 于是张新言再次集结《少林寺》的班底 为他量身拍摄了一部《黄河大侠》 于成会合计春华参与 影片中的大部分创作 自创的《螳螂剑》也在影片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这部影片中他饰演 忠肝义胆为国为民的《黄河大侠》马翼 头戴斗笠冰和仗剑的武林高手形象 成为了一代的荧幕经典 片中武术动作更是精妙绝伦 凭借这部电影 于成会也成为了金庸武侠剧中 逼不可少的人物 比如《笑傲江湖》中的画山派老祖风青羊 其中最经典的当属《笑傲江湖》中的风青羊 那高深莫测的样子 着实让于成会演得入目三分 毕竟现实中的剑胜 在影片中扮演一位剑术高手 可以述是新手年来 2012年于成会受导演徐浩峰邀请 出演《窝口的踪迹》中的主角邱冬月 电影拍摄时 于成会依然使用真功夫 力气不减当年 据说当时还撂倒了 一众找他切磋武艺的年轻演员 之后在《剑市柳白园》中 于成会饰演了一位孤独求败的影视高手 使用了中国传统武术回马枪 将岳飞的十三枪演绎的 如教科术一般标准 剧中的一句 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看明白了吗 此话更像是于成会心中的内心独白 也成为了快智人口的经典台词 此后于成会不再接受各种片约 晚年的大把时间 都在专心研究剑术 武术教学 为传播中华武术文化 他写了不少剑术研究方面的文章 其中一些 更是被列入了国家级武术教材 对于中华武术与成会 也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即便是武术界的泰斗人物 也逃不过岁月的洗礼 2015年于成会因感染肺病与世长辞 享年76岁 他的理事也成为了不少人的遗憾 中国武侠片中 从此少了一位真正的大侠 都留他的传奇在江湖回荡 这和李连杰等人的遭遇不能说相似 但这个武术明星吗 和运动员一样巅峰年龄就是那几年 随着年纪大 终究会面临退役和转型的问题 于成会和李连杰他们不同的是 李连杰他们当时遇到了香港电影 那时是香港动作片的巅峰时期 香港本土人口太少 一群电影人就到内地武校去选好人 李连杰 赵文卓 武剑 包括张静都是被香港电影人选中 然后带出到再走上武当明星的道路的 于成会二十来四的时候还是六十年 那可是和李小龙一个年代 六十年代的内地和六十年代的香港 这个经济发展 社会环境和影视文化 不是一个级别的 六十年代李小龙在好莱坞打拼了 但是因为当时的环境 没有在好莱坞混出来 于是六十年代末回到香港 七十年代初期交出那几部著名的电影 为此震惊了整个世界 只要不谈得了个高兴 这都会有两千代工 只要不谈得进行